日本人是如此地迷信他们的天皇 以此1945年8月10日 即便在美国人扔下两颗原子弹之后 日本政府仍然富与顽抗 向美国提出了投降条件 称只有在维持国体 及保留天皇制的前提下才能投降 在他们的眼中 如果没有了天皇 那么整个大和民族都将没有存在的必要 万事一夕 到他这个地方就终结了 你认为说他是有点自私 我反过来说呢 他可能是压力很大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说 他确实是属于压力先大 什么东西到他这终结了 他承受不起这个责任 最终美国给日本的答复是 天皇以及日本国政府的统治权 在盟军最高司令官的限制下行使 含糊的外交辞令 不但避开了无条件投降的问题 也没有明确宣布将废除天皇制 美国自己也在评估 他炸了一个广岛以后 他后面也在跟着一架飞机在评估的 他自己知道 这个事情传出去也很可怕 所以怎么样呢 就是说设可而止 所以美国考虑这样一些 对后世的道德的后果 对核武器的扩散的后果 对美军死亡的后果 所以表面上美国得了面子 是无条件的投降 其实是日本获得了实质 美国含糊的结果 就是大大增强了育人和他的亲信们 在保留天皇制问题上 与盟国周旋的决心 但是育人自己也知道 他那一套万事一夕 一军万民 也只能糊弄糊弄日本老百姓 在信奉自由民主的美国老眼里 那根本就是异端邪说 现在他这个天皇头上 还有一个叫迈克阿瑟的太上天皇 要杀要剐 全都听凭他这个太上天皇的一句发落 那这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呢 日本人很快便领教了 这位太上天皇的厉害 迈克阿瑟进驻东京之后 立刻下令美军包围日本皇宫 并迅速接管了整个皇宫的警卫工作 迈克阿瑟也是有新书的 他只接管了皇宫的警卫工作 但是美国大兵没有进去 所以外面传出来说是天皇被软禁了 距离着被逮捕已经很快了 所以这种时候给这个日本天皇的压力 自己会是非常大的 自己到底会不会成为战犯 自己会不会被逮捕 自己会不会将来被送上法庭 它是会非常大的 不久 一位不速之客 突然造访麦克阿瑟所在的盟军总司令部 此人正是当时的日本外相 吉田茂 不用说 作为天皇的亲信 他当然是奉旨前来投石问路的 没想到 麦克阿瑟毫不留情地 赏了吉田茂一个下马威 一说我是日本的外相 值班的大兵 冲他一挥手 带着白手套 去 从后面进去 他说我是日本的外相 我来找你怎么能从后面进去 硬是拿着手杖自己下车 冲进去了 他跟麦克阿瑟说话的时候 麦克阿瑟说完他说一句yes 麦克阿瑟很快就告诉他 我跟你说话 你不能说yes 你要说yes sir 他看了他半天以后 点头yes sir 麦克阿瑟告诉他 统治这个国家的 不是你 也不是你的天皇 天皇 是我 吉田茂很快反应过来 这位全力遮天咄咄逼人的 太莎天皇不好对付 如今人为刀卒 我为鱼肉 看来天皇陛下不得不亲自出马